这是一款单充鸦片机 出厂的时候我们都加机器上都加的有油的 所以你收到机器之后呢 先把机器要清理一下 就是说这个台面上的这个油 台面上模具上中头 这么油要擦干净 擦一下 用个毛巾纸纸沾一点酒精 把它擦干净 擦干净就是擦干 擦干之后 然后我们把料都装上去 这个料都挂在这个位置 料都装上去 把料从这里加进去 然后就可以试机了 刚开始呢 因为换一种料 不知道需要多大的压力 我们就压力就需要调整一下 压力是在这个位置调 把这个螺丝松开 松开之后 这个可以上下台 往下的压力增大 往上压力减小 同时我们观察一下 这个里边有三个孔 一二 下面还有个孔 下面这个孔压力最小 上面那个孔压力最大 到时候根据实际需要 这个再进行调整 我现在的话 现在不知道的话 就是压力尽量小一点 往上稍微抬一点 锁一下之后 然后看一下 这里有两个按钮 绿色运行 红色是停止 同时有点动功能 刚开始操作就点动一下 点动出了一片 看上它的厚薄啊 硬度啊 比如说现在它不够硬 不够硬的话 我们就需要调一下压力 但是调压力的时候呢 我们要注意先看一下 这个下料情况怎么样 怎么看呢 就是加热器 加了料之后 摆回去之后 我们看这个孔里边 填满了没有 现在看一下这个是平的 说明是填满了 因为有些料呢 它可能下料不好 就是这个料啊 进去了 但是没进嘛 可能进了一半 或者是进了一点点 那这个时候就是 要从原料上先解决 如果下料没问题 那么我们再进行调压力 把这个螺丝松开 一般加压力呢 一次少加一点 就是两格两格往下调 我现在往下调个两格 调个两格之后 把它锁住 锁住之后呢 就是说我们要观察一下 这个冲头啊 是否会碰到这个加料器 因为有的时候加的多了 可能会碰到 那么我们就要手动转上机器 看一下 手动转上 转这里 记着转这里 一定要逆时针转 不能顺时针 顺时针机器是倒转的 转这里 然后我们转的同时呢 观察一下下面 我先快快近一点啊 把这个电压回去之后 等它再下来的时候 等它再下来的时候 再下来的时候 看一下呢 会不会碰到加料器 逆时针转 如果上冲下来的时候啊 加料器刚好摆开了 它没有接触到 那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 没问题 我们就可以开机 好 这样就没问题 看一下啊 这样就可以压 再看一下这个片子 行不行 如果可以的话嘛 压力就不用动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片 薄了或者厚了 我们看看怎么调 看一下机器下面有两个齿轮 上面一个下面一个 上面齿轮是不用动的 出厂的时候我们都调好它 这个不要动 主要是调下面这个齿轮 调的时候呢 就点动一下 或者手动转上机器 让这个齿轮抬起来 这个时候再进行调 齿轮 两个齿轮之间有个卡板 卡板中间有个螺丝 用没人家搬手 把螺丝松开 记得松开啊 不要不要不要把它取掉 松开之后 这个齿轮可以转了就可以了 往右边转 这粉量增加的片会变厚 往左边转 粉量减少 片机会变薄 调好之后呢 把这个卡板螺丝 再把它锁住 还有一点要讲一下 如果是变薄的话 齿轮往左边转 变薄的情况下呢 那么我们就要把压力 要减小一点